套上护警固定警部 躺在单架上的是来自巴基斯坦难民乌斯曼规 34岁的他在下班途中遭重型机车撞飞 导致颈椎、肋骨等多处重伤 住院超过两个星期 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只能暂时回家休养 这一天刺激志工为乌斯曼规 办理好出院手续 还找来自愿消防队的弟兄送他回家 回到家楼下才发现电梯故障 自愿消防队弟兄只好合力把80公斤的 乌斯曼规抬上六楼 楼梯空间有限 每个转角处都非常考验体力 有一点困难 就要人帮忙 那个楼梯口是很窄的 我们是三个人 然后他们的屋主的人看到 他们愿意帮忙抬上来 邻里间主动相助 乌斯曼规终于顺利横家 跟随丈夫逃难来马的 安比利乌斯曼 此刻心情复杂 难民离乡背井生活艰苦 此际人协助解决医药费 让乌斯曼规安心养病 还要确保后续关怀持续不断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 跟黄金会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